这个段子在我们国家已经60年没有人再演出过 今天表演的这个段子每一个剧里头都在一个黑字 它的英文叫做black 作为我们中文来说的就叫黑 大家可以数一数 一会儿在我唱的时候 我的嘴里边能说出多少的黑字 大家注意我的发音 我的发音是黑 下边我为大家来表演 请大家来数一下 我在表演之前先把主板的节奏给大家敲击一下 现在我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来表演的节奏 请大家先讲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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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就爬过了东山头 太阳就爬过了东山头 这个小梁头 下地就把这个黑豆收 一场黑豆可是没收了 黑妈妈坐月子 非养过了一个黑丫头 黑独连长这个争不丑 起了个名字叫黑妞 两岁 扶着墙角 那个把路走 这五岁就会爬前头 七岁八岁 帮着母亲就把活做了 那个九岁十岁 学会了苗花叫枕头 讲到了十一啊 她的夏天地 那个那个五子黑豆收 十三十四 学防线啊 把这布皮子这个细右头啊 黑姑娘长到了十八岁 那个忙的家里的忙外头 黑妞穿着一身黑褲罐 头上的青丝黑呦呦 这两只大小丑的快 什么干活又好又利喽啊 她的爹就把黑妞这亲制定啊 黑妈就说 哎 如今男女有自由 且不言呀 黑爹黑妈 就把黑妞这鼓一打 再把那黑姑娘的生活说个从头啊 清晨起来这个下的地啊 一个牛棚啊 她在喂黑牛喂完了 黑牛去防线 防线的技术快要熟 天道赏骨 把饭做 那蒸了一锅黑馒头 黑茄子 切丝细又细又 熬了一锅黑米粥啊 在人心吃汤没有菜 吸了糊涂啊 吓咽喉 如今翻身的光景好 永远这个米面不发愁 OK 我就表演这边了 OK 喵 The name's family are called he family and she described all of their male teams and everything they work everything they do involved the word he is black 大家可以数一数 刚才这里边有多少个黑这个字 就是刚才我的这个发音